我们今天有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物都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代的一条线 这条线我自己的领受是说 可能是西方哲学未来回到对存在真正的认识 以及回到向主降服的道路的一个指引 当然这也是被我们不管教会内 还是被共产主义都批判很多的这几个人 所以我不会来看 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Kirk God 就是我们中国不知道为什么 他翻译成Kirk God 然后我们在海外都翻译成叫Kirk God 然后这个人 很有意思的人 非常有意思 我诚实的说 这三个人都是我以前不太感兴趣的人 也没有认真读过 然后到海外信主以后才认真读 因为我在信主之后 在理性主义之上的时候 才会更清楚的看到他们的真正的立场 很有意思 好 我们先看 齐克果 齐克果很有意思 齐克果是个北欧人 然后呢 他的人生非常有意思的 我特别体验到他人生中的很多地方 以前有共感 我是觉得是说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信仰者 也真的体会到了很多信仰的地方 但是因为 你记住啊 你是什么人就得什么样的哲学 你是什么人就达到什么样的哲学高度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他在自我中走得太深了 这种在自我凭着圣灵与上帝交往的方式 永远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他就有这个问题啊 然后他一生都是孤独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 他所得到的东西呢 有特别深的 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呢 他忽略了另一面 是因为他的教会生活 造成了他忽略另一面 不是你看 不是他的思想的 这个这个 狭隘性 是因为他的生 这个真正的教会生活 造成了这个问题啊 好 先看到这个 这个人呢 先处的时代是这样 很像我们啊 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漠视 教会都在腐败 就是这样 教会都在腐败 然后呢 所以他看着那个 非常的舒服的 舒适的 体式化 有很多理性思考的教会 他完全不满 当然了 这是前提啊 大的社会环境 那么他自己很有意思 他自己出来的人生呢 也造成了他狭隘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 很难讲 每个人他的独特的 个性的东西 都让他能够领受一些 而且在那个时代不朽的东西 很奇怪的 他的个性什么呢 他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在一个家庭里了 很富有的家庭 但是呢 他父亲有了一个 很偏执的纪律性 他父亲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很下等的人 马官这类的东西 然后后面完全是凭着自律 凭着奋斗 成了当时这个丹麦首都 最著名的富翁之一 然后呢 他呢 他也认为说 他的个性都爱自己的孩子嘛 想象他的孩子也这样 所以从小就将 这个齐克国 他们也 这个整个的这个小孩 都是这么培训的 然后而且呢 是很有意思 他父亲也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啊 很有意思 所以他就是绝对的道德里面 你一定要做好人 每一件事都是按照这个的 绝对的律法主义 可以这么说 你必须按照这个去做 你都是有罪的 你这个罪人不按这个东西 就不能够成长 然后这个按齐克国的说法就是他从来没没有过童年 他是在一个少年就开始经历老头的这种生活 所以他整个的少年都是 哎呀 要这么压着 要那么压着 然后这个他 使他这个生长的时候 是特别的压抑 所以他从小就分裂了 他从小 他的想法和这个 他的生活是分裂的 很有意思 那么这种 一开始的压抑 不断的复旧感 不断的像一个 理想状态 这个行走的方式啊 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都经历过 我是对他这个体会特别的深 然后呢 这个 后来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他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他自己的家庭破裂啊什么的 不是破裂啊 就是早失了 孩子和这个太太都早失了 然后呢 就造成了很多的 然后他跟他爸爸之间也有很多的 他对他爸爸这种方式也有反叛啊 然后他这个方式 然后呢 可是没想到呢 他父亲仍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罪人 都会有这个缺陷的 他父亲到了晚年主动向他忏悔了 而且也说了他父亲自己的罪 哎呀 这个不得了啊 就使他这个跟他父亲的关系复原了 然后跟他父亲有这个很亲的 可是他父亲很快就死了 然后这个只是第一个打击啊 然后这个很有意思 他这个人受了三次重大的人身挫折 这是第一次 就是父亲的一生从幼年的不行 到了一个复合在主内的 一下子又走了 第二个呢 就很有意思 他爱上了一个女孩 然后据说 我们看他那个后面写这个叫这个非词记笔里头 然后里头 其实他写了很多 他那个时候的感受 他说他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这个约会 每次约会带新的 然后他们就 当然就订婚了 订婚的第二天 他就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就是极度自我批判的人形成的 就是他说 像我这么阴郁的人 绝对不会给别人幸福的 我跟你讲 我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主 这就是我的体验 我的婚姻一开始是很糟糕的 外头人都看的 全都是狼猜女貌 然后都是这些事情 闷当户对 我跟这个红武师是好像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又是同学 但是其实里头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其实深入到极为深的抽象世界的人 他实际上在世间是没有快乐的 没有 是没有快乐的 所以这个是理性主义的悲剧 所以 哎呀 郭尔凯郭尔他这个本身是特别有激情的向着世界 但是他仍然没有逃脱理性主义的束缚 这个枷锁 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他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他就解除了婚姻 他说如果我一生不能给他幸福 那我宁愿现在真的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那时候我们都骂这些女孩 你不知道的 我说你们都崇拜这个 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高深想法的人 其实你跟我们生活都是很糟糕的 所以你看每一个跟这种因崇拜而来的人 基本后来都跑了 因为真的到那个地步 你是听我们讲的 真正那个人存在在那个地方 完全没有人生乐趣的时候 对世界永远是灰色看法 因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看到理想状态 他从上头看下 世界永远是阴郁的黑暗的 你怎么会有快乐呢 这是郭尔凯郭尔的问题 也是什么 也是现在每一个理性主义 理性理想主义的人的问题 所以需要信仰 哲学家需要信仰 所以我不遇到主的话 完了 我们婚姻也走完了 然后这个 好了 这个他后面也想通这事了 再想附和人家 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然后这个 这个到死的时候 他把他最后的遗产全部 给这个女孩 那个时候老太太了 老太太也不是老太太 中年父亲 说不要 没有接受 这个老太太说了一句 特别的 我觉得真知道 郭尔凯郭尔的话 他说 这个老太太到了老年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把我作为了 献给上帝的牺牲 因为他追求上帝 追求到这种样子 他将他自己的人生 全部都舍弃了 包括自己的所爱 但是 这就是真正的上帝所要的 这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我们到这种程度 已经爱住 爱到这个程度了 不是 记住啊 说实在我们家里动刀兵 并不是说 咱们把妈妈的爸爸都杀了 把太太都杀了 没有这个含义 他是说 当这个中心转换的时候 我与我自己原来家人 我们在罪的结构中翻转的时候 应该是对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子女 是一个巨大的祝福 但是郭尔凯郭尔 他没有领略 他一生都没有 这是他的悲剧 他一生 他说他一生都是 他用了很多的词句讲 他说 我的孤独就是我的念人 我的孤独就是我的本质 我的孤独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音域 他都讲的都是这样 反复在讲这个 是我的内在的 这个不可剥夺的东西 然后反复讲 因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只在他自己里头 来追求上帝 包括他后面的理论本身的局限 就是这件事 第三件事呢 也暴露他这个 第三件事 他连续了应该两个过程 他是这个 这个人领受到这种程度啊 他说 他很早就认为说 他只活33岁 为什么 他说他不会超过耶稣的 他只活33岁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按照33岁安排的 比如说 他 哎呀 这个 有几本书写得很好 这个其中就是这个 用化名翻 这个出版的这个 哲学片段啊 特别 这个写得非常之好 但是呢 他一直都没准备发表 他现在看起来也不是 他写的东西都是没有什么理性的 所以我的理性主义 就是我 我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人他完全是非常抒情的 我如果不信主 我一点不会喜欢这个人的 但是其实写得非常好 有很深的想法 他后来就赶着在那年发表 为什么 因为他马上就死了嘛 他再不发表的话 就来不及了 结果到了这个 他是5月5号生的 然后到了5月5号过生日的时候 没死啊 5月5号就34岁了 然后他给他哥哥写了封信 赶紧问说 当时父母生我的时候 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因为我还没死嘛 我当时还要死啊 怎么没死 然后他后面又过了9年 在9年他又发表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后面有两个戳者 这两个戳者并联的 第一个就是说 当时有一个叫海盗报 是一个年轻的 一个玩事不公的人写的 写了以后呢 就是说都是那种非常低级的 八卦那种八卦 然后呢 就是你看现在网络 这是网络先生 其实就是专门去挖八卦 这是第一个 而专门以污蔑这个别人 做他自己的这个嘲笑 传统价值 做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他的宗旨 可是那不巧的 因为他们发现说 这个 七个果这个人是非常的 这个反叛的嘛 所以以为跟他是同道 就把他给放上去写他文章 大肆鼓吹他 然后他急了 他说认为是对他一个巨大的污辱 因为他你看又回到这儿了 有的人是在法利赛人的意之下来评判律法 但是耶稣基督是在法利赛人之上在评断他的意 我们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们就不能进天国并没有否定他的意性 只是低级的意 他们那些人就连这个意都不要了 我们今天教会不充斥这个东西吗 我们说以为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是坏蛋 所以我们也不用遵守这些了 却忘了说连耶稣基督都说这是意 而且我要成全他的意 他的意还不够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七个果就生气了 七个果就写了封信骂了他们 说你们真是耻辱啊 我在你们等了 你们搞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人本来就是恶搞的嘛 本来以为我们抬举你不听 行了 反过来 用了一年每一天都在他们报纸上来攻击 从他的装束 他身体上有点残缺 生理 家庭 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凡能损害他的事 你现在看网络就知道了 有多坏的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 那他这个很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报纸流行 就像我们今天 这种下流小报总是流行最广的 所以每个人都在看 所以他走到大马路上呢 人都在骂他 因为那个里头就写了 这个漫画式的东西嘛 总会人很人快记住 特别是人对别人的缺陷 特别是生理和家庭的缺陷 记得特别清楚 小孩都骂他 哎呀 他最后说他简直不能见任何人了 他说他唯一的朋友 就是陪他散步的雨伞 带着把雨伞 那是他唯一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了 哎呀 这个 我们看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孤独本性 对吧 有世界的罪 有他自己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然后他呢 那个时候也特别偏执的攻击了这个 这个丹麦的教会 他攻击的都是对的 但是他的攻击的方式 他以一个决然理想的方式 在评判整个的教会 那么教会呢 也 教会很有意思 教会呢 他还比那个有涵养 但是这个可能是更糟糕 教会就不理他 就是他揭发的 平叹的所有的事 教会一生都不肯 所有的地方都封锁 你平叹吧 我们不管 我们也不回应 所以他一生中 到最后是七七惨惨的一个人 到最后过世了 然后他自己也承认 他临死的时候 也拒绝 有人去给他领圣餐 到最后他拒绝 也不让他哥哥来 因为他哥哥回来做了高官 他也跟他哥哥分离了 然后呢 这个很有意思 他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一生还是满足的 还是喜悦的 就是还是有平安喜乐的 这是他自己讲的 虽然英语的一生 但是他也真的在神面前认清 但是他说 我不知道如何跟别人分享 这个平安喜乐 我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满足 没办法分享 然后他自己写的这个书 出来的时候 这个没人买 就是这个我刚才说 这些片段这么伟大的书 没人买 然后他说了一句 他说 他说我本来写的东西 是要让石头都哭泣的东西 却受到了全世界的嘲笑 这个很有意思 人归讲了 我们讲他的这个背景就突出了什么 他自己的这个后面的这种个人性 存在的个人性 这一头有他好的地方 有他不好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他这个 我那是说我以前没认真看过来的书 然后到了我信主 刚信主的时候 那我不是看很多书吗 其中有一天我就 看到有七颗果的书 在这个里头放着 我觉得名字很好玩 然后呢我就借了 他里头有两本书片 我当时借了有三四本 其中一个 一个是很有意思 叫做这个 这书名 这是书名 我一看这个 就我们现在译成这个非此即彼 这就是他的整个理念 选择 自由的本质就是选择 然后这很有意思 就开始了 我就带回家看了 一看 我一开始没有从 那时候还真的没有从更深的哲学 一看就打动了我 为什么 因为正好符合我初心的时候 这种这个心理 就是他说 很有意思的 他的本质是这样的 他说其实天上地下 你必须做选择 这个丹媚教会 其实 湾区华人教会 其实可以这么讲 你们这种 这个脑满肠肥的情况 这种这个 这个律法主义情况 这种只靠建制的情况 你们根本就不是天上 你要是想到天上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变卖你一切给穷人 跟随我 他实际上是讲的这个事 所以你必须做出抉择 他背后有他的哲学原理 当时我并 当时我只是觉得 哇 这个不得了 我们对内生理想主义 总是会有得到 里头看了 他当时的这个 这本书和我当时看的 我都忘了后面看的 有绝望与这个 战利之类的 然后那个里头 我都没有看完 我那天晚上 就是我下午四点钟见的 我到了夜里两点 我都没坐 我坐在地上 我们家当时这个 没有凳子 我就看了两本 英文的 真是特别感动 我随便给你讲一件故事 你就看他选择了 他说 这是他在这个 这个故事 现在我到一字奥里头 没找到这个故事 所以我可能记错了 这个书的这个 title 是不定的那本看到 他说有两个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呢 一生中完全爱主 将他的所有的钱财和时间 都用于服侍主和救济贫人 这个穷人 所以呢 一生贫穷 守贫了 然后很有意思 他这个整个里包含 非常有趣的里面 到了晚年 快过世了 然后呢 这个他们呢 就祷告说 说我们一生都贫穷了 是不是到 这个得有好报吗 我们今天这个 特别中国教会中想的 是不是 好报 得有好报 好报意思就是说 贫穷了 我们一生都把钱奉献给主了 奉献给教会 帮助穷人了 是不是到临 我们快快快过去了 给我们点钱 也让我们这个 这个过一下好日子 让外人看一看 我们好多这个基督徒 是都想的 然后晚上 睡了一觉 这晚上祷告了吗 第二天早上一看 哇 真来了 为什么来了呢 是因为他头天晚上 真的梦到去天国了 去天国以后 他说 哎呀那天晚上 他就真 是在身外身内 我们不知道 反正去天国了 去天国是谁接待了呢 你们知道 这是教会中过去的一个神话 其实不会发生这事的 彼得 其实彼得是在地下拿钥匙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教会过去的这个错误解读 就在天上 就带他去 老爷爷说 说什么呢 说很有意思 说你看 老妇人 你一生中真是这样 爱主 太好了 那我们今天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真正在永生中所得是什么 宝座 父神的宝座 耶稣的宝座 也有我的 彼得也讲了他自己的宝座 然后约翰的 然后讲到他们后面历代的圣徒 每一个宝座都是世人连想都不能想的 全都是用绿宝石 祖母绿 钻石所做的 完全是 行了 那这个 未来给他看了吗 哎呦 那我是不是在未来之前也能得点什么 这本来是给他一个异象 要给他回去了 好了 天国很好 然后怎么样了 第二天早了 真来了 宝石来了 一出门 在灌木里捡了一大钻石 你知道是钻石 大钻石 几百克拉我不知道 如果是两克拉是多少钱 你们知道 你们有对钻石一点 我是完全不知道 女士也没知道的 如果有一个150克拉的钻石 意味着什么 你活二十辈子 大概都够了 很高兴 然后这个 感谢神 真感谢神 第二天 咱们就谢恩去吧 第二天 睡觉又上去了 然后这个 天堂的这个荣华 还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 昨天这个 没好好看 今天就说了 介绍到他了 你看你一辈子做圣徒 这个你自己的宝座 我说我今天再看一看 结果一看 今天和昨天有一个区别 少了一块钻石 然后他说 怎么回事 我们差一天就没了 他说没有没有 在你家放着了 所以他第二天醒了 跟他先生分享了 他们就赶紧 在第三天祷告 他就把钻石放回到原地了 第四天开门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吗 真的没有了吗 这是关键 没有了吗 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 一字 你只能选一个 凡是你在地得的 天上你没有了 凡是你在地的有形生活 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了 就永远不灭 在天国的宝座上了 这就是克斯嘎的 所以很多人在攻击他 其实没有看到说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只是他的表达方式 和他过去人生中救恩 他自己领受的方式有偏差了 非常虔 他好多这样的故事 一会我们还会提到各种各样的 他这个讲的 这个人是讲故事讲的特别好 我这个比他那个英文 因为我也是翻译了 英文可能那个色彩也去掉了 肯定原文中更有意思 好了 那我们先看 看他的这个基本想法是什么 他第一本想法就是说 第一个 很有意思了 他说 我们还记得那个 我们老说的吗 反核是什么 对 就是这个 凡是走这条路的人 都达到活的生命 一定是 凡是走这条路的人 他的前提是实际上 他说存在就是悖论 存在就是悖论 非常伟大的想法 就跟我们刚才说到一样的 存在就是无限本身 无限本身在世间彰显的时候 就是悖论 就是反核 非常的不认练的想法 就是一个悖论 悖论什么里头 他里头特别重要强调的说 在这个悖论中包含的什么 就是无是一种有 当然他后来定义了 无就是可能性 当然这个还包含着理性主义 非常有趣的想法 无就是有 无不是有的全部 但无是有的一个相度 是我们的翻译 有的相度了 好了那既然是这样 记住啊 那个决然的无限实体 都是不动的 或者说只能产生外的活动 换言之说 亚里士德德和阿奎纳的上帝 永远是不动的 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内在的动 只有像这种啊 反核即是无限的这种上帝 才会是从内部 给我们运动的力量 所以他就讲了 他说 所谓的存在是什么呢 存在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物质 一个固态的东西 它是存在 就是进入实存 也就是从无变有 每一个存在都是创造 这个非常伟大的想法啊 存在就是创造 存在不是从有到有 每一个存在都是从无到有的 都是从没有中有了 调整的这个相度啊 很有意思 凡是还处在亚里士德和阿奎纳的体系中 他都是有有生有的 因为一切的力量都是外物而来的 不用再指向无限的上帝了 上帝只是在最初推动推动了一下以后 剩下就是你们有有再有了吗 连锁作用了 他说不 每一刻都必须是创造 每一刻你不直指上帝 就没有一个新的一天 他说的很清楚了 今天是变化嘛 刚才讲了嘛 都是从无到有嘛 都是可能性变成了什么 现实性进入实存嘛 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于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哈 前面学的哈勒克里特讲的 永远不会进入 没有两天是一样的 没有这个这个河流在两天是一样的 没有人是在两天一样的 没有遗物是两天一样的 所以每一天碰到的都是以前的没有 都是没有 但是这个没有是真没有呢 不 这个没有 是有 是过去那个在有中的无方向 要来彰显自己的有方向了 所以这次人家抉择 你只要还跟着那个过去的有爬的人 就永远不能进入这个创造 这是我们这星期在这个教会讲的 那个我们自己教会的人叫什么 绝境 只要钱的有路 就不是创造 只要钱头有路 就不是启示 只要钱头有路 就不是超越 上帝跟我们的关系 永远是这样 就是让你决战为物 其实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每一天一开始 过去的东西就是无了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全新的开始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记住啊 不是数量不一样 只要是数量不一样 那就是明 就是今天就是这个过去的延续 他说不是 是全然的不一样 是全新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 所以每一天都是上帝的创造 并不是说上帝创造完了以后 就一天一天延续下去了 是你们人类自己搞事了 是世界自己发展了 不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必须发现了那个什么 上帝本身存在本身 于是昨天和今天才会有统一 越是个性的 越是普遍 越是在个性中抓到了不朽东西的 才能跟过去一切的过去中有限中的无限连在一块成为统一 时间该会发生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他是非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这个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在所有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每一天都是一个这个新的一天创造了 这我们就翻过来了 那对于我们主体来说怎么办呢 他说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 either out的抉择 每一天都是一样 每一天都必须做选择 每一天都必须做选择 选择什么含义呢 所以每一天你只要还哄哄哄的 是昨天物质的延续的话 没有直向上帝 直向绝对的抉择的话 你就仍然在死里面 每一天都仰望上帝 每一天都在新的一天里头真正找到了永生的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 这才是真正的存在 这是这个克什加的非常伟大的地方 每日都去 我们会说他有结论的 他这个结论就是说 每一代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同代人 也就是你不面直面上帝的话 什么有行的东西都不能帮助你 能够跟上保持上帝的关系 这是跟上帝关系的直接性 你必须要有这个直接性 每一次 也就是说你每一天 不管你的时间这么延续 你每一天除了面对无限和永恒以外 你那一天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这是这个克尔嘎的非常伟大的这个想法 好了 那是每一天的抉择 是什么样的抉择呢 其实我们就 他说了一个很有气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的这个书 我就感到很有意思 他说只有选择自我 才是真正的选择 我们今天都是说 你还是这个 你是要这个呢 还是要那个 这就不是真正的选择 其实在这里选择也包含着你自我的选择了 就是说你只要是选择他物的话 你就不是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有你的自我定向了你选择什么 这就不是选择 什么是选择呢 选择就是选择自我 每一天你的自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确立 这才 欢迎这你不是选择那个存在 你是进入存在 你是因为这个选择而进入那个变化 进入了上帝真正的存在里头去 那什么是 回到这个什么选择自我 他是这么讲的 每天都是开始 因为延续呢 延续性就正为你被这个物质决定了 被有限东西决定了 每天就是面对上帝 按他的说法呢 这个叫做绝对的选择 记住啊 他里头用了一个很好的区别 对我们今天所有这种还把上帝作物对待的态度 太好了 这个太好的区分了 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的 他说真正的信仰不是选择绝对者 而是做绝对的选择 有什么区别啊 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习惯性的在理性主义 在一个组织律法主义里头 都是在选择绝对者 这不是我们到处讲 你到哪个神学院都在讲这事 你到哪个教会 我们也选择绝对者 他说你只要选择绝对者 你就不是 你选择的也不是绝对者 你自己做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选择 为什么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涉及到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到这个观念 关系观念 他说如果你是选择绝对者 这个绝对者就是一个他者 记住啊 是他者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对这个绝对无限的这个说法吗 只要你跟绝对者是面对面相对的 也就是只具有意志性 只是具有什么 他的绝对性比暗性的话 他就不是绝对的 因为绝对者能是无限 而你一面对他 在他的对立面出来 与他分隔的意志的话 你就在他之外 他就不是无限的 这是我们这个讲到 这个反复讲到这点 只要你接受的东西是一个绝对他者 你就 他就不是绝对的 从而你的选择就不是绝对的 因为你还在他之外 你怎么是绝对呢 绝对就是覆盖一切 绝对就是绝对的普遍和无限和永恒 对不对 这一点没有问题吧 我现在老问一问你们这个 我看到你们困惑的眼光 我不知道是 好 我们必须会 这个希望你们以后再提出这个 这个是我们从第一堂课就反复讲的 从这个第三堂课 我们看 就一个主体 是信仰者 对不对 信仰者说 我现在呢 要去选择一个 这个叫做绝对者 就是无限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一个绝对鸿沟 我在面对那个绝对者 我在面对那个绝对者 于是什么呢 于是他的不绝对 因为他不是无限的 因为这一块给隔出来了 把这个块隔出来了 还是无限吗 所以你选择的不是上帝 只要上帝还是绝对他者的话 你选择的就不是上帝 这一条是 我们讲到这个 以后讲到中国哲学 会反复提到这一支的 你只要是选择绝对者 你选择的就不是上帝 从而你也没有选到绝对者 你自己的绝对 也不是绝对的选择 绝对的选择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了 绝对的选择是说 你必须作为上帝来选上帝 你必须作为绝对者 来绝对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同平的 那绝对者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咱们就不需要救援 不是他的含义 他说除非你把你的全部生命带来 你就不能够选择绝对者 这是第一个含义 这是我的隐身 我要为他做一点解释 对不对 但凡还是物质性的 他者性的来追求的时候就不是 什么叫做绝对性呢 就是自我 我们反复会讲到的 自我 自我永远是整体 这个花灯号 整体永远是无限 换言之说 这是鸡仙蛋仙的问题 只有一个人被上帝的整体性冲灌了 记住啊 我们接受上帝 选择上帝 这种绝对选择永远是恩典的结果 只有被上帝的灵冲灌了 改变了 你里头也是吗 整个生命被他翻转了 用整个生命来追求他的时候 于是那位无限者才进入你的生命 这就叫绝对的选择 绝对的选择就是 一定是主体生命的 永远不可能用理性来选择上帝 永远不可能外在的选择上帝 永远是跟上帝融为一体 永远是以自己整个的生命 跟上帝完全的同在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选择才是绝对的选择 你的自我才成立了 记住不是我先有一个自我 再去选择上帝 是我在让上帝进来中 与我同意中 我成立一个自我 这就是他的认真观念 这件事是用任何理性堆不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要遍对自己的上帝 这就是主体生命 每一个人必须成为自己 才能成为上帝 才能成为永生 就成为永恒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以自己这个态度 整体性的态度来向上帝寻求 让上帝改变自己的话 你所选取的就不是上帝 你自己也没有得到永生 这个是永恒的事儿 你今天走了一百个教会 你感觉到里头有多少人 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与上帝同在的 还是说 这只是一个外在好处的交换者 只是一个业余生活的这个花架子 只是一个票友 这个到那个玩票的时候 在上头晃一下 他说这都得不到上帝的 他说单位教会就这问题 其实全世界真正的教会 在各朝各代必定就是这件事 整个生命上来了吗 你只要整个生命上来了 于是上帝就出现了 你整个生命 你敲门是用什么敲 你还是用理性敲 敲的就是片面的东西 你用物质敲 就是物质的东西 你用生命敲的时候 生命才出来 这就是绝对的选择 在我 我就是整体 就是全部 在我之外 没有一个东西能打动上帝 除非是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 只有这一件事 于是上帝才向你做生命的彰显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呢 当然我说这个话可能伤重了 但是这确实是真相 这是生命的真相 所以克尔加德虽然说的话是特别锋利 但是呢 他说的确实是历朝历代教会的弊病的实质 让他点出来了 你做绝对的选择了 他说很有意思啊 他说这个 有这个理性和这个 这个 这个 信仰的这种选择 理性是这样的 理性永远是被决定的 因为他是 他讲 他这个说的非常好 在哲学上 他说你看 波拉图就看出来了 在波拉图那一切有限的东西是预存了 然后你接受就好了 延续了 时间中可以延续的 跟其他别人可以在平面互想的东西 他说不 如果是永恒的东西 他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你自己在此刻必须面对的 这就是either all 在此刻 你不能说我凭借了一些东西 再抓一些东西 不 一切都是无 你才能选择 这很有意思 他这个观点 我给他总结了非常容易 你必须把一切都视为无 都视为分土 你一切既定的东西 现有的东西都是无了 我不依据它 才能仰望神 去找那个可能性的无 虽然现在看不见 未见之事 所望之事 才会以整体的形式向我们彰显 你只要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他包含他的弊病 你必须放弃一切的前涉 一切的中介 要直面上帝的时候 于是上帝才向你彰显 你只要还依据着理性 履行着教义 履行着组织结构 于是你在那些有限东西的基础上 只能达到有限 就是他这个真正的想法 这是他对教会的批判 不完全对 有他的道理 在性质上是对 在实际的教会生活 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中 它是不对的 我们先讲一下 他是有他不对的地方 他管这个地方叫绝望的选择 他简直很有意思 他说现代哲学 我们看 他就对现代哲学做了一个近代哲学 我们叫近代 他当时叫现代 他说 他说近代哲学呢 起一个东西 叫做怀疑 怀疑 怀疑什么意思呢 他说怀疑就是碰到他不知道的东西了 绝望呢 也是碰到他不知道的东西了 他说绝望和这个怀疑有什么区别呢 他有绝望和战利 是他最著名的几本书之一 他用这个标题 我们这边是怀疑 他说怀疑是 怀疑并不像我们想的是一个绝对批判 我们以来 迪卡尔也好 后面所产生的理性这个法庭也好 好像他们是怀疑一切的 不是 他说怀疑是这样的 怀疑并不是怀疑 这个 跟真理有什么真正关系 怀疑是对既定体制 他所熟悉的东西 他站在这个基础上 发现了未知之物 对那个未知之物提出质疑 其实所有的怀疑都是理性的 因为你有一个既定的东西 你有一个既定的东西 于是对未来 未知的东西做了一个批判 他说绝望吗 绝望也是碰到一个未知的东西 绝望是说 我将所有既定的东西都看作无了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了 这才绝望嘛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 你们听了吗 只有在绝望中 四面都围住的时候 你不被困住 才是启示 对吧 才是超越 对吧 这就是一样的 他说 只要你还有一条路走 只要你还在既定的东西 有依据的时候 你所面对的 就不是无限 无限就是你以前都是 nothing 这是无限小等于零 就像无限大是什么意思一样 在无限大面前 一些东西都无限小都不足以一致 除非你自己直接面对这个无限 直接面对上来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绝望中的选择 怀疑不是选择 怀疑只是在既定的现成的体系中的延续 碰到不行的东西了 才做批判 但是绝望就是一个完全的没有 将一切的中介都去掉 将一切的中介 我觉得本来想讲玄制 有机会的话 非常有意思 将一切的东西都去掉 这个对忽在二有影响的 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没有什么意思 直面上帝 每一次回到这了 面对无限的时候 有限只能把自己变成无 才能够接受最终的无限 你把你变成无了吗 你破碎到底了吗 你在世界上盯死了吗 只要你还将你自己的东西 有一样作为基础的时候 你见不了上帝 你就停在那个有限的中介上了 这是他的对的地方 也是他不对的地方 因为他在什么 在性质中讲对了 但是在真正的生命实践中不对 所以这位存在主义是非常不存在的 非常有意思 这位 很多有趣的事 比如说他说理性只能思索过去的事 因为过去的既定的东西 他说每一个 你看他特别讲究瞬间的 我们要重视瞬间 为什么瞬间呢 瞬间才会直面上帝 但凡你对瞬间一思考 你思考的已经不是瞬间了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所以所有的理念都是指向过去的事情 只有什么 只有当信仰的时候 才处身于真正活的上帝里头 才会得到存在 才是会得到真正的生命 他讲了 这个人特别会讲故事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个画家 要画这个过红海 那你怎么画呀 红海就是红的嘛 他真是这么画的 红海是红的 那有人得过呀 对不对 然后都有各种各样 你可以想想过红海应该什么呀 你们有想想 对对对 对的 但是我们正常想 我们电视真是这样 应该这么想 就如果是洪水 发现两边都是红的 然后中间就是不红嘛 有人走过去 对不对 结果画了 好几个月一打开 人家一进 整个墙都是红的 没牵着什么事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过的红海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就是这样 埃君都淹死了嘛 看不见 他没讲 他就讲这个故事 他有很多都是讲这个故事 他不讲个道理的 他只讲个故事 他实际上道理很清楚的 什么时候 你是站在外在 非经历 不在那个瞬间里头 去观察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 它就是历史 就是过去 就是理性 所以信仰和存在 不是供你想的 是供你活的 你只要不在那一刻 你没过红海的时候 红海过红海 这事对你不存在 你只看到一片红 看到一片海 换言之 你也作为埃及人 淹死了 非常伟大的想法 永远是 你必须存在才存在 你不存在 你就不会知道存在 这是知心合一的 你行的时候才知 你只要想单知而知的时候 你知道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这是真正的 存在 只有在存在里才知道 信仰只有活着的时候存在 我的见证 好多人看过了 我的见证的题目是什么 都没看过 好多人说看过都见证过 都不知道 有知道吗 我们教会那边也不知道 什么 信仰就是活着 就是这个含义 你不活着就不是信仰 信仰是观察不出来的 信仰是思想不出来的 信仰只有活着的时候 才知道 才是信仰 克尔嘎德想讲的就是这件事 存在本身 只有在存在中才知道 你千万不要到别的去找 你说我们找 那还是有的 他是说 那我们平常神学家都讲了半天 教会中教的那是什么东西呢 另一个故事 他是讲故事大师 我跟你讲 你们有机会看克尔嘎德 我觉得对我们讲到 对我们对信仰生活的认知 克尔嘎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先例 你不一定对他天真的那一部分接受 但是他的整个的信仰的这种生命追求 不得了 尽管他自己追求的不好 他说很有意思 他说当你去了一个 他说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说某某某某人 然后去了 这个这个 在一个旧货店 看到了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我就是此处 此处收洗衣服 就是洗衣店的这个 我们收干洗 比如说 在旧货店里看到了 然后他说那些人呢 就扛着衣服到那了 我家有好多这个 我家有好多这个 这个要洗的衣服吗 你说旧货店的人会给他洗吗 旧货店只是卖那个旧货的牌子 那是洗衣店的牌子 现在股东向里面卖呢 是旧货 你看还是回到这 不是那个本身 那个牌子本身并不会洗衣服 它只代表着过去的地方 某一个地方 它可以分离的 当时有人洗衣服 那现在呢 它可以分离 就是我可以移到别地去了 所以如果你只拿着牌子的时候 你不知道洗衣店在哪 一样的 他说我们现在情况一样的 我们所看的一切理念 只是指着那个活的生活的牌子而已 这都是我后面的全师 他前面倒讲完的故事没有了 他讲了很多这种小故事 讲完了 那个故事你自己去讲 他说不 那个牌子本身就是理念 所有的神学教义 所有的 这个只要是理念性的观念 都是指向一个东西的牌子 这个牌子是可以分离的 可以在那个东西没有 它也可以单独存在的 但它不是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指名物 它本身就不是那东西 你既然能够分别地来理解它 它就能够分别地被取解 我们今天是最简单的 洗礼班 有两种洗礼 我们现在教会我的洗礼班 慢慢变了另一样了 我们教会咱们都知道 洗礼班是这样的 我怎么跟你施洗呢 不是 怎么我教牧师 我跟很多人这个就谈话了 我怎么能鉴定你是这个 这个可以跟你施洗呢 不是信心 我要跟你谈话 你先不要讲这空的 我说的实际程序 我进来跟你谈话了 你作为牧师了 对面做了一个梦道友说 我今天要受洗 你要用什么来鉴定说 他可以去施洗 对 都问什么问题 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方式 你只要背下三条 你可以受洗了 对不对 你只要说 上帝是一个 这个晨洁的创造有万物的 然后我们在伊甸里坠落了 然后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 搭了桥 我们走过去了 对不对 然后带着我们都可以开出交路 我们都回去了 然后行了 基本就达到这个这儿 那我们以前就还会加上什么 后面也教会 有其他东西 然后就给你施洗了 对不对 好 这是一种施洗法 这是卖牌子的法 我跟你讲 不卖牌子的法 就是王明道先生的 王明道先生是这样的 王明道先生 他就到他们教会了 他说 王明道是很严格的 然后他就说 你到我们教会 什么是受洗的标准呢 就是我们这些核心群的人 看你够了 你就够了 我们今天王明道要这么实洗的话 得被整个的教会骂死 当时也被人骂死了 然后据说有一个 他吸引了 因为他口才很好 吸引了很多这个富有的 那个阔太太 其中一个阔太太给很多奉献 然后呢 经常带好东西道 因为他说讲得好嘛 去了 也跟我们教会有点类似 然后讲完了以后什么呢 就说赶紧给他们收洗 然后他说不行 因为我们看他不够 他说那那行啊 以后不来了 也不给你奉献了 把人带走了 你说这两个什么 很有意思的 牌子反而就是说 牌子也可能指向你的生命 所以既要真理不是不要 牌子还是要的 我们在外头是洗衣店牌子 要挂外头的 但那不是生命本身 他背下了五条 就有生命吗 这就是问题 所以当我们要收洗的 成批生产的时候 我们就挂牌子 卖牌子 谁拿的牌子谁就进去 但是王明道先生说 直指生命 他们那几个人不是偶然的 是真的在教会中 大家公认的老的弟兄 他们在生命中 有很多年的真正的沉积 和跟主的关系 于是我们 所以他是零对零的 这才是真正关键 当然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教会就企图 用这个方式来带人进去 企图做得好不好 另说的 就是说我们让你是经历 你经历多了 不催促你受洗 你背下三条也没用 但是你经历了 你是不是在 已经在现有的教会生活中 尝过一切了 有来敬拜 甚至有来奉献 有来参加服饰 我说的服饰 当然有一些地方 叫的位置不会去了 但是你可以扫厕所 你可以做饭 当你跟我们共行的时候 不断体验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你是 还是不是 你自己也会知道说 这是还是不是 因为你说的时候 外在指着那个事 是实际上我们都愿意上的 很多木道友 我看到都痛哭流涕的 真的 我经历了很多受洗 都痛哭流涕的 这也是我这个 因为那些人过两天就没有了 他当时也是真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站在 他自己外在的这个地方 来指着那个事 说 这个很美的 这个事我想需要 你真进去了 你还要吗 这就是问题 我们现在让他尝了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你没做到没关系 但是这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味儿 对不对 我是不吃回香的 我们教会的你知道 但是又回到这了 你不吃 你怎么知道你不吃呢 回香好 另外我也不吃自然 所以我先再说一声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吃里头 你才知道你不吃 还是吃 所以一到二是一个选择 就像味道是一个选择 而选择本身除了活在里头 所有的选择都不是真的选择 只有你活在里头 你用这个方式去跟随十字架的时候 背起你十字架的时候 你于是才真正选择十字架 在口头上说一切 都不是真的十字架 好 我们休息 长老已经练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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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